作者 欲念无罪 演播 神隐 耐风的思远 后期 阿明 第516集 小白 当然 也就是在亡国之祸逼到眼前 大好江山突然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 落入他人之手的时候 一直执迷不悟的凤王才幡然醒悟 在生死关头认识到 自己犯了一个多么严重的错误 可惜此时已经毁之晚矣 他只好与皇后联手 拼着最后一口气 将蕴含着巨大力量的凤界与皇界 用空间法术送到了其他的空间 好为他们的后裔留下一丝复国的希望 于是 凤王朝就这样灭亡了 涅槃大陆真正落到了乌玛族人的手中 从此 乌玛帝国代替了凤王朝 成为涅槃大陆上的霸主 虽然是凤王与六部之王的后裔 七人却直到这一刻 才彻底弄清楚了当年的那段历史 不由各自默默地点头 若是如此 凤王朝的确应该欲火重生了 也活该被别人夺得了天下 毕竟得鸣心者才能得天下 连鸣心都失去了 还妄谈什么天下 一片沉默之中 蓝叶云突然开口 一直没有人知道 乌玛帝国究竟是从何处 得到了那股神秘而强大的力量 不过我想这一点 应该瞒不过你们龙神吧 萧揽月含笑点头 嗯 其实支撑乌玛帝国 夺得天下的那股神秘而强大的力量 你们也并不陌生 因为它就来自妖凤 什么 妖凤 这句话尾时也具有爆炸性的效果 不过幸好众人都已经有了一定的免疫力 所以虽然震惊 却还不至于当场蹦了起来 只不过个个都瞪大了眼睛张口接舌罢了 身为凤王后裔 蓝叶云的定力一向是令他引以为傲的 却也惊愕地好半天才从齿凤里挤出几个字 妖凤 萧揽月点头 不错 就是妖凤端木俊 之前已经说过 妖凤是凤族的分支 是血统不再纯正的凤族 为了避免端木俊将所有凤族人全部黑化 阻止他建立所谓的妖凤国度 更为了不让所有凤族人都变成必须吸食鲜血的怪物 龙神才不得不出手 将其封印在了亡两空间 而端木俊当然是不会就此罢休的 所以他一直在寻找着脱身的机会 除了在被封印之前将自己的内单抛出去之外 他也一直在物色着其他合适的人选 好帮助他逃出生天 而他最终的选择正是乌马族 当时乌马族的力量虽然弱小到完全可以忽略 端木俊却很快就发现 他们的体质与妖凤在一定程度上是相似的 所以可以继承妖凤的力量 于是双方最终达成了协议 端木俊将妖凤的力量通过六合巫师赐给了乌马族 而乌马族必须在夺得天下之后 想办法打开亡两空间 让他们恢复自由 妖凤本身所具备的力量就是无比强大的 完全可以与凤王一较高下 否则也不会必须借助龙神的力量 才能将其封印 于是乌马族在一息之间变得强大无比 最终成功地夺得了凤族的天下 然而这个时候 乌马帝国的历刃帝王才发现 亡两空间毕竟是龙神所设 根本不是那么容易打开的 所以六百年来 虽然他们一直在努力 却始终未能获得成功 正因为如此 端木俊渐渐对他们彻底失望 便收回了自己的力量 这也就是为什么高灵诺父子屡次恳求六合巫师 赐给他们那股神秘而强大的力量 好让他们去对付凤族时 六合巫师始终保持沉默的原因了 他们不是不愿 而是根本就做不到 默许乌马帝国夺取凤族的天下 只是为了让凤王朝浴火重生 好让百姓们过上原本那安居乐业的生活 更何况为了军临天下 乌马帝国居然不惜与妖凤达成协议 宁可在能够做到的情况下 将妖凤放出来为祸人间 这一切便都注定了乌马帝国 不可能拥霸涅槃大陆 而只有六百年的运势 所以这一方面是龙神的决定 另一方面也是天意 于是从此之后 乌马帝国成为了涅槃大陆的霸主 而麒麟族和凤族 则从此陷入了水深火热的生活当中 一个越发变得猪狗不如 另一个则要随时面对屠刀的威胁 尤其是对凤族而言 接下来他们要做的事情就是等待 等待着凤王朝浴火重生的那一刻 日升月落 斗转星移 就在龙神默默的注视之下 六百年也如弹指一挥间 乌马帝国最后的实现 也渐渐逼到了眼前 随着蓝叶云这位凤王后裔 和沈最欢等六部之王后裔的出现 凤王朝浴火重生的时刻也终于来临了 要想夺回天下 必须先破除六合封印 而要想破除六合封印 就必须先找到皇后后裔 必须先拿到凤魂隐 然而麻烦的是凤魂隐藏在锁龙坛下的凤王陵中 除非恢复凤族体制 否则根本拿不到 可是不能从凤魂隐中看到皇后后裔到底是谁 就没可能破除六合封印 当然也就恢复不了体制 所以就当时的情况而言 根本就是一个死局 只要打不开这个死局 凤族夺回天下就是一句空话 而当时因为也知道六百年时限即将到来 高凌诺当然不甘心将大好江山拱手让人 早已开始更加疯狂地屠杀他认为的凤族人 不择手段地想要破解六百年定数 为了避免更多的无辜者死于非命 也为了让凤王朝浴火重生 萧缆接受了帮助蓝叶云打破这个死局的任务 化身灵狐小白 等一下 小白 这声惊呼已经不仅仅是沈最欢等六人齐声发出来的 其中声音最高的居然是蓝叶云 这七人合奏越发高亢嘹亮 竟把尊者和萧缆月震得同时缩了缩脖子 却仍旧没能把他们心中的惊奇表达出万分之一 小白 萧缆月竟然是小白 那只灵狐竟然是萧缆月化身而成的 这 这 嗯 很难接受嘛 萧缆月满脸无辜地掏了掏耳朵 你们都已经见过姐姐 幻化出真实的样子了 我变个白狐 有什么好奇怪的呀 这 这倒也是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